政府公布10月至12月賣地計劃 會招標出售兩幅住宅用地 分別位於大埔和淺水灣 一共提供210個單位 市區重建局會就土瓜灣 洪福街、銀漢街重建項目招標 預計可以起到750個單位 年同12個私人發展和重建項目的6150個單位 政府預料第三季會提供7110個單位 單季供應量屬於近年新高 總計今個財政年度頭三季土地供應 合共可以起到14430個單位 教員定私人房屋供應目標12900個單位超出一成 雖然我們已經達標 但為著提供持續的土地供應 我在這裡預告 政府會在第四季度 即明年的1月至3月 會繼續有公招標的土地推出 也會繼續有一鐵一局的項目 我們估計2021年2022財政年度 整年的私人房屋土地供應 有望帶來超過17000個單位 這是高於目標的12900個單位 我們可以超過30% 除了住宅用地之外 政府另外也計劃在第三季度推出一幅位於粉嶺的工業用地 可以提供大約是8200平方米的總流米面積 政府沒有計劃在本季度內 推出更多的需求用地 但我們會繼續密切注意市場的情況 適時推售商業用地 適時推出更多的需求窮 今回這是高於此才真的會做出更多的能力 我們最後